政府不再限制公共交通的载客量之后 引起不少网民议论 许多人担心会出现人流拥挤的现象 让好不容易压平的病毒曲线再次反弹 不过本台记者今早在上班通勤的高峰时段 走访首都以往繁忙的公共交通总站时发现 实际的情况和想象的截然不同 今天是我国执行复原式行动管制令的第三天 虽说大部分经济领域已经恢复运作 但是在上班的尖峰时段 吉隆坡中央车站的人潮还是比以往少了许多 就算车厢里偶尔出现人潮较多的情况 国人也会自觉地维持社交距离 我国自5月4号开始逐步放宽管制措施 但受到疫情冲击的经济市场还没有复苏 纵使是通勤的高峰时段 承搭公共交通的人数也比以往锐减 随着政府允许公共交通恢复以往的载课量 有不少受访乘客表示能够理解 我认为是很稳定的 但如果大家穿着一架 而不在一起的 我认为它应该是不不 因为现在已经下降了 对不对 而且不许多人已经受到疫情冲击 所以我认为它应该是不不 如果大家继续持续交通社交通 当然 世上没有尽得人心的政策 也有民众认为这样的决定太草率 也为高危群体的健康感到忧虑 我们也感到疑惑 我们也感到疑惑 因为疫情的病毒 很多人都在疑惑 和孩子的病毒 所以在这边的病毒 我们也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也有 这个措施是有点不好 因为现在疫情还是还没有完全受工作 最主要就是还有一些外劳 那些隐藏的非法外劳 你哪里知道那些随时 那些非法外劳 他们还没有 还没有验证 还没有去检查的 万一他们有带病毒 和我们这样 坐在一起的话 不是传染到我们 还有一点就是 政府那些政策 反来反去 但巴士公司的员工强调 政府开放公交的载客人数 不等于放任不管 乘客们还是必须遵守防疫准则 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吗 他们可以上升 过去 而有其他天 但是 我们上升 我们就在新房子之下 但是不足怎么重ね 但是我们上升 所以又上升 所以这些人 但是我们上升 而且有个人不知 如果上升 他们不知 所以我们下升 无论如何 公共交通恢复百分百的载客量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未来政府也会逐步放宽更多领域 让民众一起承担防疫的责任 根据记者观察 国人在经历行动管制令之后 几乎培养了防疫自觉 他们都会主动戴口罩 维持社交距离 毕竟保护好自己才是上策 马兴社电视叶斯妮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